大家好,我們今天講講中三的 More About Factorization 因式分解 而今天的 topic 是講三次方的 Identity 即是恆等式 大家同學要注意,這類提形是需要極度細心才能完成 所以完成這類提形的男生可以堪稱為一個暖男 而利用 Factorization 內的恆等式,我們可以加推這類的暖男為之恆等式暖男 他們是比街外邊一般的暖男更加行的 為了要將暖男重新定位,我們開始 Step 1 位 你見到我們的題目已經變成 Something Cube 加 Something Cube 即是我們恆等式的 A 三次加 B 三次形態 待會我已經跨著比拉,就會出現 A 加 B 乘以 A 二次 所以你的 First Bracket,我們的 A 加 B 便會變成正方加圓圈 下一個步驟,我建議大家落方窟,因為有很多東西要搬進去 一次過展示給大家看,你的 First Step 便會將正方的二次 在這個位置,再減正方成圓圈 再加圓圈的二次方 記得搬好位置便完成 A 三次加 B 三次所佔的形態 下一個步驟才是極度需要細心的步驟 以及毅力和耐性 大家開始了 第一次加圓圈,加圓圈後出現 A 三次,X 減五 這裏要小心一點,因為很多時候這麼長的題目 很大機會會出現 Common Factor 存在 所以你選擇後圈的 First Bracket,謹記看看有沒有 Common Factor 第二次,我建議大家繼續用方窟,便開始 Expand 出來 就會出現 X² 減四,X 加四 而中間減好的位置,我們會有四次 Expand 出現 所以你減後面一定要加 Bracket 成出來的結果就是 2X² 減三,X 減四,X 加六 最後就是加回 4X² 減十,X 加九 都是 Come From 2X 減三的全體此方 Expansion 大家的公積可以比美秦始皇 因為你已經建立了一個代數版的萬里長城 而在這裏,亦都令我憶起小學紀念拆上高 經常出現的一句好心情的說話,就是 萬里長城,長又長,我倆友宜比他長 但我們這題比他更長 因為下面還有三四個步驟要做 OK,Next Step 3X 減五繼續 後面的方括,我建議大家可以做了 括弧外面、外面、前、後面這三個項目的簡化 首先,我會把 X² 加 4X 變成 5X 減二次 然後,負 4X 再拼下負 12X 出負 16X 然後,數字,4 加 9 出 13 之後,我才會拆這個負的 bracket 在拆之前,我建議大家做了on the side 在on the side 做了這個 term -3X 和負 4X 變成負 7X 之後,你再聯合這個負號 拼在一起,就變成 7X 這樣會方便和快捷一點 就不用寫兩個步驟 最後,就變成減六 最後,你只要將這六個 term 簡化完,就基本上出到一個 solution 細心的朋友,這裏再提醒大家 不要太快完成 你再 double check 下這個 bracket 裏面 究竟有沒有 common factor 或 cross method 這一題,我設定到是沒有的 所以,我們終於完成了 亦都做到斷氣了 未斷氣的同學,記得 subscribe 數學999 但願人長久